巴菲特这四十句话,值得一读再读。 任何刺激你瞎折腾的环境,都要远离。 华尔街无疑就是这样的环境,要是你真能看懂生意, 你拥有的生意不应该超过六个。 要是你能找到六个好生意,就已经足够分散了。 用不着再分散了,而且你能赚很多钱。 一,别做安全编辑以外的事。 一,假设你递给我一把枪, 里面有一千个弹仓,一百万个弹仓。 其中只有一个弹仓里有一颗子弹。 你说,把枪对准你的太阳穴,扣一下扳机。 你要多少钱,我不干。 你给我多少钱,我都不干。 要是我赢了,我不需要那些钱,要是我输了。 结果不用说了,这样的事,我一点都不想做。 但是在金融领域,人们经常做这样的事, 都不经过大脑。 二,假设年初你有一亿美元。 如果不上杠杆,能赚10%,上杠杆的成功率是99%。 能赚20%,年末时你有1.1亿美元,还是1.2亿美元。 有区别吗? 没一点区别。 要是年末,你死了。 写复告的人可能有个比误。 虽然你有1.2亿,但他写成了1.1亿。 多赚的钱有什么用? 一点用没有。 对你,对你的家人,对别人,都没用。 三,我们基本上没借过钱。 当然,我们的保险公司里有服存金。 但是我压根没借过钱。 我只有一万块钱的时候都不借钱。 不借钱不一样吗? 我钱少的时候做投资也很开心。 我根本不在乎我到底是有一万、十万,还是一百万。 除非遇上了急事,比如生了大病急需用钱。 四,如果你现在有一块钱,以为将来有两块钱的时候,自己能比现在过得更幸福。 你可能想错了。 别以为赚十倍或二十倍能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。 这样的想法很容易把你带到沟里去。 在不该借钱的时候借钱,或者急功近利,投机取巧。 做自己不该做的事,将来都没地方买后悔药。 二,能看懂的生意才是好生意。 五,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有这么一句名言,破产的有两种人,一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,一种是什么都知道的,希望大家能引以未见。 六,我喜欢我能看懂的生意。 我用这一条筛选,百分之九十的公司都被裹炉掉了。 有些东西明知道自己不懂,就不能做。 七,我不喜欢很容易的生意。 生意很容易,会招来竞争对手。 我喜欢有护城河的生意。 我希望拥有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堡。 守护城堡的公爵得才兼备。 而且这座城堡周围有宽广的护城河。 我经常对博客希尔兹公司的管理者说,加宽护城河,往护城河里扔鳄鱼,杀鱼,把竞争对手挡在外面。 这要靠服务,靠产品质量,靠成本。 有时候要靠专利或营业地点。 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生意。 在哪能找到这样的生意呢? 我从那些简单的产品里寻找好生意。 其实很容易理解,当前的经济状况良好,管理层得才兼备。 这样的生意,我能大概看出来他们十年后会怎样。 有的生意,我看不出来十年后会怎样。 我不买,像甲骨文,莲花,微软这些公司,我就搞不懂他们的护城河十年之后会怎样。 盖茨是我遇到过的最优秀的商业器材。 微软也拥有巨大的领先优势,但我真不知道微软十年后会怎样。 也无法确切地知道微软的竞争对手十年后会怎样。 不过,我知道口香糖生意十年后会怎样。 互联网再怎么发展,都不会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习惯。 好像没什么能改变我们嚼口香糖的习惯。 肯定会有更多新品种的口香糖出现。 但白剑和黄剑会消失吗? 不会,我自己设想。 要是我有十亿美元,能伤着这家公司吗? 给我一百亿美元,让我在全球和可口可乐竞争。 我能伤着可口可乐吗?我做不到。 这样的生意是好生意。 八,无论什么时候,都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这样才能做好投资。 必须把生意看懂了。 有的生意是我们能看懂的,但不是所有生意我们都能看懂。 九,我们不管一家公司是大盘,小盘,中盘,还是超小盘。 我们只考虑这么几点,这家公司的生意我们能不能看懂。 这家公司的管理层我们喜不喜欢,这家公司的价格是否便宜。 三,买股票就是买公司。 市场下跌是好机会。 十,如果你投资的公司本身都不赚钱,你也很难赚钱。 十一,人们买完股票后,第二天一早就盯着股价,看股价决定自己的投资做得好不好。 糊涂到家了,买股票就是买公司。 这是格雷厄姆教给我的最基本的道理。 记住,你买的不是股票,而是公司的一部分所有权。 只要公司生意好,而且你买的价格不是高的离谱,你的收益也差不了,投资股票就这么简单。 十二,我更愿意看到市场下跌,大跌的时候更容易买到好货,更容易把钱用好。 要投资股票,这是你必须首先学会的一个道理。 十三,自己要买什么?一定要有个理由,说不出来理由的。 别买。 十四,有的人把买股票当成看赛码,那无所谓了。 但如果你是在投资的话,投资是把资金投进去,确定将来能以合适的收益率收回资金。 十五,我们想的不是怎么获得超高的回报率,而是始终牢记永远不亏钱。 十六,最值得买的公司,是那些你觉得从数字上看很贵,舍不得买,但还是很想买的公司。 十四,守住能力圈,认定好生意。 十七,一门生意,要是你不能一眼看懂,再花一两个月的时间,你还是看不懂。 要看懂一门生意,必须有足够的背景知识才行。 而且要清楚自己知道什么,不知道什么,这是关键。 我常说的能力圈就是这个意思,要清楚自己的能力圈。 十八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圈,重要的不是能力圈有多大,而是待在能力圈的范围之内。 如果主板中有几千家公司,你的能力圈只涵盖其中的三十家。 只要你清楚是哪三十家,就可以了。 十九,只要是好生意。 别的什么东西都不重要,则是很容易掉坑里。 只要是好生意,我就不管那些大事小事。 也不考虑今年明年如何之类的问题。 好生意? 你能看出来它将来会怎样,但是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。 看一个生意,你就一门心思琢磨它将来会怎么样。 别太纠结什么时候,把生意的将来能怎么样看透了。 到底是什么时候,就没多大关系了。 二十,对于我和我的合伙人查理芒格来说, 我们犯过的最大的错误不是做错了什么,而是该做的没做。 在这些错误中,我们对生意很了解,本来应该行动。 但不知道怎么了,我们就在那犹豫来犹豫去。 什么都没做。 二十一,我不研究宏观问题。 投资中最紧要的是弄清什么事是重要的,可知的。 如果一件事是不重要的,不可知的,那就别管了。 二十二,一般的咨询机构的套路是这样的。 先把他们的经济学家拉出来留两圈。 讲一些大的宏观格局,然后自上而下的分析。 我们觉得那些都是胡扯。 二十三,我们在决定买不买一家公司时, 从来不把我们对宏观问题的感觉作为依据。 我们不看关于利率或公司盈利的预测,看了没用。 五,做时间的朋友,靠不折腾赚钱。 二十四,一年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机会,然后一直持有。 等待他的潜力充分释放出来。 在一个人们每五分钟就来回喊报价的环境里。 在一个别人总把各种报告塞到你面前的环境里。 很难做到持有不动,华尔街靠折腾赚钱。 你靠不折腾赚钱。 二十五,要是在座的各位每天都相互交易自己的投资组合。 所有人最后都会破产。 所有的钱最后都会进到中间商的口袋里。 换个做法。 你们都持有一般公司组成的投资组合。 五十年里你们都一动不动,最后你们都会很有钱。 你们的券商会破产。 券商像这样一个医生。 他让你换药的次数越多,他赚得越多。 他要是给你一种药,把你的病根治了。 他只能做成一笔买卖,一笔交易,然后就没了。 如果他能让你相信每天换各种药吃对健康有益。 这对他有好处,对卖药的有好处,你会亏很多钱。 你的身体好不了,还会破财。 二十六,任何刺激你瞎折腾的环境,都要远离。 华尔街无疑就是这样的环境。 二十七,不管吗? 买哪家公司? 我们买的时候都不设定价格目标。 例如,我们是三十买的。 从没想过涨到四十,五十,六十或一百就卖了。 从来没这样过。 我们希望自己买入的公司。 现在看好,五年后一样看好。 二十八,看一家公司正确的思维方式是,长期来看。 这家公司是否能越来越赚钱? 如果答案是能。 别的问题都用不着问了。 二十九,时间是好生意的朋友。 烂生意的敌人,如果长期持有一个烂生意,就算买得在便宜最后也只能取得很烂的收益。 如果长期持有好生意,就算买得贵了一些,只要长期持有,还是会取得出色的收益。 六,分散投资的生意,不应超过六个。 三十,如果不是职业投资者,不追求通过管理资金实现超额收益率的目标。 我觉得应该高度分散投资。 三十一,要是你真能看懂生意,你拥有的生意不应该超过六个。 要是你能找到六个好生意就已经足够分散了。 用不着再分散了,而且你能赚很多钱。 我敢保证,你不把钱投到你最看好的那个生意,而是再去做第七个生意,肯定会掉到沟里。 靠第七个最好的主意发家的人很少,靠最好的主意发家的人很多。 三十二,要是你问我,我要是把我的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一家公司。 二十年不动,我会选保洁还是可口可乐。 其实保洁的产品线更多元化,但是比较起来。 我认为可口可乐的确定性比保洁的确定性高。 保洁可以入选我最看好的公司中的前百分之五。 保洁不会被竞争对手打垮,但是从将来二三十年看。 在保洁和可口可乐之间,我更看好可口可乐的销量增长潜力和定价权。 三十三,我还是更喜欢产品本身卖的好的生意。 麦当劳这几年的促销活动越来越多,他越来越依赖促销,而不是靠产品本身卖的好。 相比之下,我更喜欢激烈。 人们买风速三是因为他们喜欢风速三这个产品本身,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赠品才买的。 每天晚上,想想一两亿男人的胡子都在长。 你睡觉的时候,男人们的胡子一直在长,你就能睡得很踏实。 再想想,女人们都有两条腿,这更好了。 这个方法比鼠绵羊管用多了,要找就找这样的生意。 七,给年轻人的几点建议。 三十四,习惯的枷锁。 开始的时候轻得难以察觉,到后来却重得无法摆脱。 三十五,要是有个人让我倒胃口,但是和他走到一起,我能赚一亿美元,我会断然拒绝。 要不和为了钱结婚有什么两样,无论什么时候,都不能为了钱结婚,要是已经很有钱了,更不能这样。 三十六,我有一份我热爱的工作。 当年我觉得赚一,000美元是一大笔钱的时候,我就喜欢我的工作。 同学们,做你们喜欢的工作。 要是你总做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工作,只是为了让简历上的工作经历更漂亮。 那你真是糊涂了。 三十七,你财富自由之后想做什么工作? 现在就该做什么工作,这样的工作才是理想的工作。 三十八,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。 不觉得有点像年轻的时候把性生活省下来,留到岁数大的时候再用吗?或早或晚。 你们都应该开始做自己真心想做的事。 三十九,我们从来不想已经过去的事。 我们觉得未来有那么多值得期待的。 何必对过去耿耿于怀? 不纠结过去的事? 纠结也没用,人生只能向前看。 四十一辈子都做自己喜欢的事,交往自己喜欢的人。